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哇拉艺术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讲日本当代艺术家孙上龙的故事 孙上龙的作品呢其实是从江户时代的木雕 还有现代动漫中的一些元素获取来的灵感 那他呢同时在世界各地的画廊啊还有博物馆 举办了非常多的展览 真的是我见到过最活跃的一个艺术家了 那同时呢他是日本三大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像奈良美芝啊草剑弥生啊还有孙上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几年前刚刚成立的香港大馆当代美术馆呢 就曾经举办过孙上龙大战孙上龙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整栋楼都是他的作品展 有包含他的原作呀还有一些手稿 然后还有一些大型的雕塑 还要跟他等身这个形象啊不同形象的呃叫什么 一比一的这些人偶在 整个场馆无论是从布置来说还是里面的内容来说都非常的震撼 最大的作品好像得有十米左右 而且很多小朋友都过去看这个展览 同时呢他也会有一些艺术的讲座呀给小朋友一些指导 我记得啊当时还有一个区域是给小朋友一些纸笔呀去进行涂色的游戏 用他经典的太阳花的形象然后做成了一个底板 让小朋友去进行涂色 这样就跟艺术家有了一个不同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同时呢也是一个小孩子艺术教育的一个启蒙 孙上龙的创作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超扁平概念 这个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比较自面化的意思了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呢其实是有透视法的 但是在日本的创作当中并没有这个概念存在 他一幅作品呢就是给你看起来像是平面一样的 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超扁平这样的一个宣言 在90年代呢孙上龙的作品首次展示了革命性的超扁平的概念 取材甚广 不论是动漫啊佛教造型啊或者是普普艺术 或者抽象表现的新艺术 都是他参考的对象 他的创作方式呢有条理结合了艺术与双眼的经典模式 也将Andy Warhol的愿景带入了新的层次 尽管孙上龙曾学习严谨的首旧日本画 但他的美学却仍然是全然属于当代独树一帜的 孙上龙的经典代表作呢也是最长寿的一个角色 是他早期呢用苹果电脑创作出来的一个形象 Mr.Doll这个作品呢后来也变成了不同的版本 在画作啊雕塑当中甚至画成了公仔 外形独特的这个Mr.Doll呢也成为了孙上龙品牌的吉祥物 也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化身 孙上龙的骷髅头系列呢充分的展现了 孙上龙多元创作当中所印含的深度和复杂性 他对骷髅头的迷恋呢也任人详细了虚空派 这是16世纪17世纪于荷兰兴起的一种近物画派 描绘生命之无常和死亡的必然 同时呢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扁平派的代表作 孙上龙的作品呢另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是你一定要知道 叫做欲宅族文化 说起来有点蔑口啊其实就是宅男文化了 欲宅族这个文化呢其实以探讨日本当代男性呢宅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一个现象 他们呢沉迷于打打电动啊看看漫画啊对外界的事物一点都不关心 也不想出门也不想进行社交 同时呢由于女性为极端的性幻想对象 然后不是真人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些新闻好像讲的就是一个日本的男生跟初音未来结婚了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自己的选择吧 现在社会当中不仅日本有宅男 中国啊世界各地啊都有这样的人存在 然后宅女呢我觉得也是一种你自己的选择吧 那你周末没事情的时候你想在家里夹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说到这里呢就要提到孙上龙拍卖历史上最高价位的一个作品 叫做我的寂寞牛仔 那这幅作品呢也是以寓宅文化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这个影片 这里面会讲30幅春上龙最贵的拍卖作品 接下来呢春上龙也进行了自己艺术史上的一个突破 然后开始创作了新的形象开开Kiki 这两个形象呢也是非常讨喜的 传统的这种太阳花呀还有两个玩偶的形象 真的是非常深入人心 我身边的朋友嗯喜爱艺术的吧 几乎都有买过春上龙的版画 然后呢他的作品我觉得真的是放在家里挺漂亮的 我的朋友呢很多都喜欢收藏一些球鞋呀 或者一些雕塑像Cost的雕塑啊 还有孙上龙的这些周边的玩具玩偶 摆在一起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为什么孙上龙要当艺术家呢 其实是他讲话真的挺实在的 他说他当年他虽然是博士毕业 但是呢他并不会画画 他觉得他画的并不好 然后呢他就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去成为艺术家 早期的时候呢他也想要像宫崎俊一样当一个电影的这种画家 但是由于自己画的不是很好 他就放弃了这个梦想 但是我现在来说他也无疑是成功的 其实他贩卖的呢就是他的一种概念 就是他创作出来的一个形象不断的衍生 他是一个商业化的艺术家 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他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潮流 那谁说所有的东西 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你是原创的 但是呢你并没有去每一次都自己亲自的去画 去创作 就不是你的东西了呢 无论是他的原作呀还是一些版画呀什么 都是由他工作室的团队去一起完成的 他以大量的这种版画呢去铺满了整个的市场 让大众呢一看到他的作品就知道 哦这个人是村上龙 然后呢他同时也进行了非常多的商业活动 比如开咖啡厅啊开画廊啊 然后办各种的跨界合作啊 其实是非常会营销的一位艺术家 我个人不反感的 因为我觉得比那种立牌坊的艺术家要好吧 装清高 然后其实明明自己非常心急 哎我的艺术品怎么卖不出去啊 为什么没有这么人关注我 他很好啊 他跟不同时尚界的大牌也有进行合作 比如说LV啊像优衣库啊 然后还有Offwet 然后反正很多了 我具体就不在这里一一举例了 同时呢他跟明星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那比如说像坎爷啊 他们之前一起合作过一个MV 那我觉得他能够去跟明星啊 或者说一些社会上的名流 去进行一个很友好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难得的 因为很多人沉迷于自己的创作当中 他又无法突破自己的一些瓶颈 比如说有的艺术家 他真的只有一个系列作品 或者两个系列三个系列 但村上龙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在变化的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成长的艺术家 而且呢他在不同年代所展现出来的作品 虽然都是你一看 就是他那种动画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形象的创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同时呢他让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作品当中 获得那种比较开心的感觉 比较明朗啊色彩很缤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给大众带来的一种贡献吧 那村上龙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是他早期去纽约进行了一份艺术的熏陶 在艺术界呢统一的认为90年代呢 还有2000年初呢是孙上龙的一个高峰的上升期 这个时间他创作的作品呢 通常都以非常高的价格成交 这当然离不开他的一个贵人 千里马需要伯乐对吧 那他这个伯乐呢 其实就是法国画廊贝浩登的老板 那贝浩登的老板呢在93年的时候认识了孙上龙 然后95年的时候呢 在巴黎的贝浩登做了孙上龙的第一个个展 其实呢孙上龙有这样的发展呢 离不开这一次个展 因为作为亚洲的艺术家吧 在欧美能够举办自己的个展 然后受到这样的关注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那个时候呢孙上龙也比较年轻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他来讲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曝光度 那很多人说呢 日本孙上龙就有点像美国的Andy Warhol 有很多本土的人并不喜欢他 他作为日本人 哎反而日本的民众不以他为骄傲 他带来这么多的流量 这么多的曝光 然后给日本其实经济也带来了不少的影响吧 我认为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啊 或者说去日本怎么样的时候 都会提起孙上龙 日本人并不买账 原因竟然是因为日本的民众认为 因为孙上龙 外国人看待日本的眼光 就只有动漫窄男的这样的形象 然后对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那我觉得有点太幼稚了吧 事物都有好的方面跟不好的方面 取决于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 那同样的Andy Warhol呢 也面临着这样的事情 美国人也并不喜欢他的创作 认为他只是贩卖啊或者说copy啊 这样的一个行为 而不能称作为艺术 那具体关于那个Andy Warhol呢 我会在以后的影片给大家讲解 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家 其实呢我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是机缘巧合 刚开始毕业的孙上龙呢 也并没有在艺术道路上发展他的才华 他也去做过老师啊 做过一些其他的行业 最后呢还是选择成为了艺术家 真正谢谢他的这一个选择和坚持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让很多大众都能认识到他的作品 即便不知道这个作品的作家是孙上龙 但是一定看到过他经典的这样的形象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村上龙的版画呢 其实真的有非常多 假货也真的非常多 我之前上一个影片提到过 那辆美式的手稿版画怎么去买 但是村上龙的版画呢 我真的建议你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去买 你知道吗 我的朋友圈微信的朋友圈代购 竟然也会卖村上龙的作品 我真的是非常震惊 我不能说他的作品不是真的 代购卖的作品不是真的 然后代购也说有其他的人卖的都是假的 那整个的这个市场就非常的混乱 他的版画呢 其实自己发行的也有一千多版 或者几千版的 所以你真的就很难辨别 而且他的作品都是由工作室去代工出来的 你其实是别人代工出来的 你跟买一个假的也是别人代工出来的 你真的很难去分别 即便你有签字啊 有板数啊 有证书啊 其实都很难去辨别的 因为你把它装裱起来了 挂在墙上了 你透过玻璃 你真的非常难以辨认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通过不知名的途径去购买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一定要找可信的画廊 现在呢背号灯还是有他的作品的 价位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也不是特别好买 只有几张 我之前去看的时候 嗯可以挑选 那我觉得如果喜欢他的作品的 可以通过这样的去进去买 因为毕竟背号灯是当年他的博乐嘛 那在这个平台购买呢 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选择 那当然呢其他台湾的一些画廊呢 我知道的也有比较好的几个 也有在销售的作品 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他的手稿 我好像很少见到他的手稿 好像也没有见到过吧 都是他的原作 因为他的原作 并不像奈良美食 都是超大尺寸 或者是价格超贵的 他的原作价格是 其实真的支付得起的 跟奈良美食的手稿价钱差不多 之前我看到一个品项很好的 然后就是结构很好 是太阳花的 只要10万美金 然后是在高古轩的画廊 在巴塞尔的时候展出的 但那个作品很快就被定掉了 我当时是排在了waiting list 第三位还是第四位 但是呢我当天就没有收到回复了 因为已经被出售掉了 所以他的原作作品 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话 还是可以努力买一副的 不要受到他的这个版画的影响 那他的作品呢 其实太阳花系列是最好买的 无论是版画还是原作 像Mr.Dot 还有一些雕塑真的很难买 雕塑我几乎是很少在现场有看到过 可能藏家都不愿意拿出来 但是在拍卖场上我是见到过的 但是最近呢其实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和研究吧 因为我也不断的在学习嘛 那我觉得他最近的艺术市场的拍卖情况 并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之前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他的财务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资金链上 你可能会很震惊啊 他随便卖一副作品不就有钱回来了吗 那为什么资金链会断掉呢 那这个具体内幕的原因呢 在这里不方便的跟大家去讲解 那其实大家只要知道你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呢你愿意去为他的作品 去付出相对应的金钱去购买 那就可以了 随上龙山人的基因体现最零零尽致的地方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开开KK工作室 它成立这个公司呢是专门用于商业上的运作 它呢在东京啊纽约洛杉矶其实都有分设 那孙上龙向富裕的阶层呢兜售原作 向中产呢去兜售他的复制品 向一般收入群体呢去兜售一些 嗯印有太阳花的手机壳呀 T恤呀一些廉价的大众消费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呢 孙上龙通过开开Kiki这个公司 实现了价格歧视的效果 将每个群体对他艺术的喜爱呢 都转化为了真金白银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公司在疫情的冲击下 也面临了破产 那这个艺术家呢 其实对人们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了 然后是一个很稳定的艺术家 他同时呢也在不断的转型 他的年纪也不是很大嘛 最近比较火的NFT呢 他其实也有参与其中 其实本来是3月29号吧 他就要在NFT的市场当中露面了 他刚开始做了一个T恤 就是他太阳花的形象 本来是以多量版数老套路的形式去发售的 但是呢由于一些技术的问题 还有一些 其实说白了呢 他就是怕丢人 他怕他怕放上去了之后呢 没有人购买 或者说达不到他想要的那个价格 他怕无法去控制这个市场 那他先取消了上拍的这个行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他后续的发展吧 好啦那今天呢 关于村上楼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其实一个影片呢 真的没有办法讲完这个艺术家的一生 我只是讲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他的代表作啊 然后他的一些经典形象 他怎么创作的 然后他的一点点心路历程 我觉得喜欢他的作品的人呢 还是要多去看书 然后多去看一些相关的文章 一定要去看他的展览 我觉得看展览呢 是一个艺术作品去对话的一个过程 有很多人问我什么 叫做给艺术对话 这个以后我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接下来呢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艺术知识 拜拜